年过半百的光棍娶了一个下肢瘫痪的女人 新婚夜 她将女人小心翼翼地抱上床 妻子却很是愧疚 难为你了 我早觉着你嫁给我委屈你了 只可惜我的身子骨不能给你生个一男半年 不是说好了不说这个 老鹏因为家里穷 一直五十多岁了还没娶过气 而春桃也因为从小生患残疾 年近五十也从没有人来提过亲 为了老来有个伴 老是本分的老鹏将春桃娶回了家 也许是老天眷顾 正当两人休息时 春桃突然听到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他急忙叫醒丈夫出去查看 老鹏顺着哭声来到祠堂 竟发现椅子上有一个婴孩 一连好些天都没有人来认领 于是二人决定收养这没人要的孩子 刚好圆了他们想有个孩子的梦 因为捡到孩子失手上带着玉石 春桃就给孩子取名采石 但老鹏觉得女孩子叫采石不好听 于是便给孩子取名采金 听闻此事的二叔赶紧到镇上去 帮他们办了领养手续 孩子的到来给夫妻二人带来了无数欢声效率 他俩也将所有的爱多给了采金 尽管家里贫困得很 只有老鹏给人做豆腐能挣点钱 但给孩子吃的奶粉和玩的玩具一样都不少 一晃七年过去了 采金也到了上小学的年纪 为了让采金去学校能有件新衣穿 春桃将自己结婚时的礼服改成了一件漂亮的小褂子 穿着妈妈亲手给自己做的新衣 采金高兴不已 开学这天老鹏骑着自行车送女儿去学校 由于家里的情况特殊 采金比其他同学晚上了一年 作为差班生 开学第一天就遭到了男同学的嘲讽 一旁的采金听到后便与对方吵了起来 好在同桌灵力上前帮他出头 男同学才信心离开 也因此采金和同桌成了知心朋友 灵力的家庭条件很不错 经常随身带着一个NP3 这让采金很是羡慕 虽说采金上学比较晚 但懂事的他把所有心思都用在学习上 因此成绩名列前茅 高兴的老鹏想要奖励一下采金 于是采金就对他们说道 咱三家啥是有钱了 你给我买一个NP3 啥叫NP3啊 是用来听音乐的嘛 行 为了满足女儿的心愿 老鹏更加的卖力做豆腐 每次都会特意多做一些 然后拉到镇上买 这天老鹏盘算着卖完今天的豆腐 就可以给女儿买NP3 或许是老天诚心作弄 因为昨夜下了不少雨 老鹏在下山时突发意外 连人带车滚下了山坡 当二叔带着采金赶到医院时 老鹏还在昏迷 好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但他的脊柱神经受到损伤 很有可能会下身瘫痪 而老鹏醒来后 他没有担心自己的伤势 反而因没有给女儿买到NP3 而自责 而董事的采金却心疼地说道 爸 我不要 我只希望你快点好起来好吗 为了能省点钱 没多久老鹏就出院了 二叔将他背回了家 连续在医院陪护的采金一进门 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往后这日子怎么过呀 那天我要小心点正好 不由人了 大人怎么都好说 只是哭了孩子 突然爸妈都成了残疾 年幼的采金扛起了家里的所有重担 洗衣服 割竹草 安顿好家里后 他才着急慌忙跑去上学 因为原来的班主任去县里开会 不知情的代客老师 看着满头大汗的采金则被倒 你今天迟到了十分钟 知道吗 我错了 是 你今天为什么迟到 说清楚 见采金迟迟答不上来 代客老师就让他回去写份检讨交给自己 采金以前上课从不迟到 同桌灵力有些好奇 但采金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窘境 直到灵力再三保证一定不会说出去 采金这才将这几天发生的事都告诉了他 得知采金家的情况竟如此困难 灵力就将自己的MP3送得了他 这就是两个女孩子间最为纯洁珍贵的友谊 到了午休时 采金又飞速跑回家 为爸妈端食道尿 做完这一切后 他又飞奔回学校上下午的课 从此 每天放学后采金第一个冲出校门 顺便将早晨割好的猪草带回家 他不但学会了扮猪食喂猪 还学会了烧火做饭 采金 啊 这些你都是啥时候学会的 爸妈做饭的时候我都在旁边看着 记在心里呢 他没有忘记父母是如何照顾自己的 并用自己的行动将这一切都回馈给了父母 等熬完要安顿好所有后 采金才开始写作业 可劳累了一天的他没一会就累的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因为没有完成作文 他又被代课老师训了一段 彭采金 你作文呢 作文本怎么空呢 我忘了 忘了 你无故迟到 现在连作业也不写 你还想不想上学了你 一旁看不下去的灵力主动起身 想要为采金解释 怎料采金却紧紧揪住他的衣角 他不想让同学们知晓家里的情况 最终灵力犹豫后并未道出事情 在代课老师的斥责声中 采金只能将满心的委屈独自吞下 这天课间休息 罗小虎又来找茬 于是采金就和他比赛跑步 因采金每天都在学校和家之间来回奔跑 大大增加了他的运动能力 他竟然跑过了班里跑得最快的男生 胜利的喜悦让他暂时忘却了烦恼 但生活仍要继续 放学后 他又飞奔回家为父亲盗药 紧接着又匆忙跑回学校 夫妻二人见女儿每天如此劳累 不禁心头一阵酸楚 然而董事的采金却不觉得疲惫 每天就在学校和家之间来回奔波 父亲的病需要每天打针 可这天诊所的医生说因为人手不足 以后就不能上门给他打针了 那我怎么办呢 我把针料留给你 你先打着试试 我哪会啊 但医生也没有办法 只能先让他们自己试着来 而放学回来的采金看到父亲在笨拙地给自己打针 便心疼地询问原有 得知事情的采金趁爸妈睡着偷偷拿出针管 按着说明书在自己的手臂上练习打针 尽管疼得眼泪鼻涕横流 他却依旧忍住一声不吭 半夜起来打针的父亲发现针管不见了 就赶紧出来寻找 果然看见采金正在拿自己练习 父亲急忙冲过去阻止他 结果却不小心摔了一跤 看着女儿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针孔 父亲气不成声 啊 没事 一点也不疼 跟蚊子咬一样 我已经找到窍门了 下次我帮你打针 保证不会让你疼 这天老师通知采金 预收的200元活动费只有采金还没有交 而200块钱对于采金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 爸爸受伤后 家里就彻底丧失了经济来源 他不知道该如何向他们开口 恰好在他走到门口时听到了爸妈的对话 加上这个月镇上发的部署款就这些了 两千多点 要是省着点花 能对付半年 不够吧 还没加你的医药费呢 我先就停了吧 那怎么行 采金的课外活动费也没交 夜里 母亲再三思索下 决定让女儿戳学 因为看着女儿天天学校和家里奔波 时间久了身体一定吃不消 而他们俩跟前现在又离不了人 加上采金毕竟是女孩子 无论读多少书将来还是要嫁人 其料老鹏却极力反对 咱们是客家人 客家人 祖祖贝贝就任一个领 好好读书才能有出息 可眼下这光景 实在是太紧了 我不管 就是杂瓜卖铁 也要送孩子读书 这是两人第一次发生争执 而他们的对话也被采金听得一清二楚 第二天父亲就将200块活动费交给采金 并叮嘱他一定要好好学习 钱的是不要他操心 拿到钱的那一刻 采金的心情沉重无比 这200块钱本是家里的生活费 上学的路上 他的脑海里也不断地想起昨夜爸妈的对话 因此他没有去学校 而是跑到山上挖起了草药 他挥舞着笨重的锄头 脸上满是汗水 到了放学时间 采金就暗示背着一捆干柴回到了家 他一连几天都过着这样的生活 直到挖了满满一篮筐草药 便在路上乱了辆车来到镇上 他学着大人的样子在路边叫卖 幸运的是他遇到一个好心人 对方一口气将他的药全部买了下来 采金也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钱 他坚信自己很快就能赚到200元 而此时的学校里 秋香老师已经从县城回来 他发现采金没有来上课 就将灵力叫进办公室里询问情况 由于之前灵力答应了采金 不能将他家里的情况告诉别人 因此不管秋香老师怎么问 他都不肯说 秋香老师无奈 只能决定去采金家里做一个家访 一看到采金的父母 秋香老师心里就知道了怎么回事 采金这孩子脾气倦 麻烦老师费心了 采金这孩子命不好 贪上我们这样的父母 把孩子害苦了 采金不在家吗 上学还没回来呢 他呀 放学压到身上直接柴 回来的晚 但老师说采金已经一个星期没来上学了 一脸惊讶的两人说采金每天都是按上学的时间走的呀 正当几人担心不解采 采金恰好背着彩虎回来了 一见到秋香老师 采金立马意识到自己的谎言被戳破了 你去哪了 我还以为你天天去上学 你居然旷课 逃学 站在院子里的采金不知所措 老师见证温柔地问他缘由 采金这才说出实情 我是没去上学 为什么 我的课外活动费没交 你爸 不是把钱给你的吗 这钱我不能用 原来他舍不得花爸妈的钱交课外活动费 于是就每天都到山上挖草药 然后再拿到镇上去卖 说着 采金从兜里拿出这些天卖药证的钱交给老师 他父母心头不由地泛起一阵酸楚 秋香老师也紧紧抱住了他 采金懂事得让人心疼 第二天 老师让采金念一下自己的作文 但他却迟迟张不开口 于是老师就让同桌来念 我的爸爸妈妈 怎么念了 报告老师 下面没有了 同学们一天很大笑 虽然这次采金依旧阻止林立为自己解释 但林立这次没有按他的意思去做 采金是没有写完这篇作文 可他没有时间写 除了上课他有干不完的家务活 喂猪割草 剪柴火 他要煮饭 熬药 洗碗 洗衣服 我们有爸爸妈妈的照顾 可他呢 却要照顾生命的爸爸妈妈 可见还要跑回家 给爸爸妈妈端屎端尿 你们中 还有些人笑话他 嫌他穷 可你们知道吗 我们全班 只有采金一个人 他的课外活动费 是靠自己挣来的 虽然没有写完作文 但采金却用实际行动 交了一篇满分作文 同学们也被采金的行为所感动 大家都纷纷称赞他 还踊跃报名帮助采金 从此 每到周末 同学们都会自发组织着去采金家帮忙 而秋香老师也将采金的情况 写了一份资料寄给了报社 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和帮助采金 一切看似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可命运却似乎又跟他开了个玩笑 老蓬复查的结果出来了 神经损坏 肌肉也在萎缩 这样发展下去可能要高位解贪 晴天霹雳的消息让他们一家难以接受 于是每天晚上 采金听着大夫的建议帮助父亲做康复训练 尽管累得满头大汗 但小采金却每天咬牙坚持 同学们知道采金爸爸的病恶化后都想要帮助他 罗小虎就趁妈妈外出在他的梳妆台翻找 看有没有钱 不料却从妈妈的首饰盒里发现一块红色的浴室 而这块石头和采金手腕上戴的那块一模一样 于是就将这件事告诉了妈妈 瞬间一段尘封的往事涌现脑海 原来他当年为了追求荣华富贵 倾恳心抛下了才出生一个月的女儿 走的时候 他特意将其中一块红浴室戴在采金的手上 然后趁夜色来到桥乡村将孩子放在了祠堂里 为了验证儿子所说 他独自来到桥乡村 一路打听来到采金家 恰好碰见割猪草回来的采金 他一眼就看到了采金手上的红浴室 站在门外的他迟疑了一下没敢进去 回到家 他坐立不安 再三思索后 他决定认回女儿 第三天他再次来到采金家 他激动又愧疚地跪下来表明了身份 讲述了自己曾如何丢弃采金的经过 看着他手里拿着的墙宝和红浴室手链 老蓬夫妇才确定他就是采金的亲生母亲 你想把他接回去 不可以 不可以 你现在说你是他的母亲 你当初干什么去了 大冬天 你把几个只大的孩子扔在祠堂里 你是亲娘 你怎么那么狠心 现在孩子长大了 你的狮子也好过了 所以你反悔了 你想赎罪 你想把他接回去 我告诉你 天地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你听着 太阶是我们的 是我们亲生的 谁也别想从我这里把他夺走 说着 春桃激动地将他赶了出去 虽然赶走了采金的亲生母亲 但他们心里也很是难过 如今的日子 他们两人成了采金的负担 与其跟着他们遭罪 还不如让他回亲生母亲那里享福 于是春桃为采金收拾好行李 还将自己母亲留下来的浴卓也放了进去 而老蓬则靠在床头写了一封信 第二天一早 他们就让采金带着行李去送信 谁知当采金搭车来到县里找到新封上的地址时 来开门的竞士罗小虎 因为调皮不好好学习 罗小虎就被妈妈送到了县城附近的学校 也就恰好和采金成了同学 当杨云妹看完采金带来的信后 激动地将采金搂在怀里 我的孩子 妈 妈妈对不起你呀 采金莫名其妙地看着眼前这个阿姨 杨云妹将信递给采金看 杨云妹 请你告诉采金 你才是采金的亲生母亲 采金 你妈妈当年扔下你 一定有她的苦衷 孩子呀 天下的母亲 哪个不疼爱自己的孩子 我的好娘 爸爸妈妈现在都成了废人 不能再连累你了 你就和你的亲妈妈 好好的一起过来 杨云妹带着采金赶回桥乡村 可家里的大门却上了锁 采金不停地在街头巷尾 寻找父母的身影 这时二叔走了过来 二爷你知道我爸妈去哪儿了吗 看着满眼含泪的采金心疼不已 于是就说出了实情 原来老鹏担心采金回来找他们 就让二叔把他们送到了山上 最终村里的人们决定 陪采金一起上山去找他们 蜿蜒的山路被火把照亮 采金终于在山头找到了自己的父母 他当即跪在了父母面前 采金不走 采金哪儿都不想去 你妈妈采金养在 你们都是采金的采金的父母 采金永远都不要离开 最终在采金的苦苦哀求下 老鹏夫妇同意继续和采金一起生活 而之前秋香老师写的文章 也引起了社会上的广大关注 很多人纷纷前来给他们捐钱捐物 就连远在印尼的客家华侨 熊德龙先生得知他的事迹后 也专程回来帮助采金 影片至此结束 故事根据发生在广东 梅州鹏采金的真实故事改编 幼小的采金用稚嫩的肩膀 撑起了家庭的重担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但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 在现实生活中 却依旧任劳任怨地照顾着养父母 一直到2006、2007年养父母相继离世 彭采金的词笑感动了无数人 他先后荣获广东十家自强好少年 全国道德模范等多项殊辱 并在2010年担任了 第16届亚运会火炬手 第16届亚运会火炬手